疫情阻挡了大爱妈妈 走入校园与孩子互动 但是他们把爱的动力 转到家庭访试 我们走入校园 我们是关心那些孩子 然后到你走入这个访试 你进入的时候 你关心那些独居老人的时候 那种感受又不一样 长者刀续着生活点滴 年轻人耐心倾听 化解老太太的纠结 鼓励她勇敢洗肾 她比较闷闷不乐 比较没有这样好讲话 他们都有不同的 需要我们照顾的情况 我就慢慢就学会 用关心的互动来关心阿妈 学会倾听与陪伴 为人媳妇的大爱妈妈 珍惜自己所拥有 心也更为柔软 总是仿视如果是家庭 有问题的那种 我们的心很 有一点悲惊他们 那种感觉没有这样好 但是看到他们慢慢会转变 又放松了 所以看到这样子 我也是想很感恩 我的家公家婆的爸爸妈妈 都还很健康 家庭主妇分享小爱为大爱 把自家温馨 也传送给每个访试的家庭 大爱新闻林慧珠 马来西亚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